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被妈祖救过 另一篇投稿者分享 丈夫因为车祸陷入昏迷 后来在大甲妈祖的保佑下 奇迹发生了 最后一篇虽然没有灵异的元素 但可以感受到台湾的人情味 非常值得一看 作为一名虔诚的妈祖信徒 每年我都会参加绕境 以表达我的敬意和信仰 很多不守的人常常问我是否曾经遇到过神迹 虽然我必须承认 在绕境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什么神迹 但却有一次被妈祖保佑的经历 这件事情让我深深感受到妈祖的神力 祂不只是我的守护神 更是我的救星 跟朋友分享这个故事 他们常常听得目瞪口呆 甚至有些害怕 但我总是会告诉他们 只要有信仰 妈祖就会一直保佑我们 让我们平安回家 也许有人会觉得 这些灵异的故事有些荒谬 但对我来说 信仰是一种力量 它可以让我在生命中 遇到困难时有所依靠 故事发生在三十年前的碧坛 当时跳水风气盛行 许多人勇敢地从石头上跳水 在清凉的湖水中享受愉悦 当时我还是在念书的学生 是游泳社的团圆 对游泳非常有自信 假日经常和朋友们起车到碧坛玩水 当我没到那颗跳水石头上 便立刻脱下衣服 毫不犹豫地跳下去 但是就在某次 当我又会暗变的时候 发现水底似乎有个奇怪的东西 它发出绿色的光芒 我原本以为 是什么项链或珠宝之类的东西 就好奇地潜下去查看 结果当我靠近时 发现竟然是一颗娃娃的头 吓得我立刻想游回水面 结果不知道是我太紧张还是抽筋 我的身体完全不受控制 无论我怎么踢的双脚都游不上去水面 我对自己的勇气很有自信 遇到此状况 让我感到十分诡异 后来我才发现我的脚 似乎被某种力量 牢牢地束缚住 渐渐地 我开始憋不住气 张开口 呼吸瞬间 喝尽大量的湖水 当我的眼睛 渐渐闭上 只剩下微弱的光芒 我感觉自己的生命 已经接近尾声 当时的感受 真是难以形容 就在此时 突然有只手 拉住我的手 但我已经整个人 陷入黑暗之中 失去意识了 当我醒来后 发现自己 已经脱离险境 被划船经过的男子所救 他告诉我 他看到湖面 有一道奇异的亮光 就好奇跟着光芒的方向看去 结果发现 我竟然在水底中沉睡 而那亮光来源 是我戴的项链 这个项链 是我向妈祖求来的 我不禁想起 绕镜时 每当我望向 妈祖的神像时 总会有种莫名的感觉 好像他在 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这次的经历 也更加证实了 我的想法 让我深信妈祖的力量 感激他的庇佑 给予我第二次生命 昏迷不醒 是一个令人伤心 和焦虑的故事 有时 即使我们 做好万全的措施 仍然会遭遇到 意外的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帮不上忙 只能在痛苦中挣扎 那天晚上 老公开车回家的途中 前方突然出现一位 密向行走的路人 为了避免撞到 他撞上了一棵大树 当我到医院时 老公还能跟我说一些话 但医生检查后发现 后诊部有一块大血肿 必须立刻进行手术 结果手术后 病情急转直下 老公陷入深度昏迷 昏迷指数只有三 住进重症家户病房 三十多天 始终未能清醒过来 每天我都心急如焚 但医生也束手无策 我也只能无助地 看着老公祈祷 后来医生告诉我 需要进行更多的检查和治疗 而这些也导致费用逐渐增加 对于我们这个普通家庭 是一种难以承受的负担 我和家人为了筹钱 都非常焦虑 在这段时间 我也对医学的信心 越来越低落 到后来 我四处求生问否 只希望能够找到 帮助老公的方法 我参加过许多宗教仪式 但一直没有得到好转的迹象 直到我的朋友 带我到大甲妈祖 绕进活动现场 我在妈祖教职前跪了下来 祈求妈祖能逢凶化吉 让老公清醒过来 我不敢相信 后来奇迹真的发生了 老公的昏迷指数 回升到了8 之后医生采用低温疗法 进行治疗 终于唤醒了老公 虽然附件的过程 曲折艰辛 但现在已经能行走 耳朔化 康复回到正常的生活 这个奇迹改变了我 跟老公的人生 为了还愿 每年我都会参加绕进 尽管老公她的脚 因为车祸骨折 走路有点歪咖 但她为了感谢妈祖 也坚持要跟着一起走完全城 某次 在前柜唱歌时 我跟朋友打赌 如果能顺利走完 大甲妈祖 绕进的九天八夜 他们就要请我吃 米其林餐厅 叫妇牛排 我对自己的体力 很有自信 认为这只是一个 走路活动 而且走的都还是贫路 一定可以轻松完成 这个挑战 但是 第一天晚上 我发现 自己错了 没有办法洗澡 这让我非常煎熬 运动完 洗个热水澡 躺在床上 好好的睡一觉 绝对是恢复疲劳 最有效的办法 但是现在 却没有办法 这样做 这让我非常不舒服 不过隔天 有人帮助 我顺利洗完澡 感觉好多了 第四天早上 我感觉不错 因为已经完成 一半的路程 但是 到了第七天 我崩溃了 那是一个大热天 我拖着又累 又困的身体 像行尸走路般 跟着前面的背影 往前走 我感到意识力 开始动摇 出现了 放弃的念头 当时 不只脚贴满纱布 脚底 还有数不清的水泡 身体 更是疲惫不堪 四肢武力 我看着前方 妈祖的轿子 心里呐喊着 妈祖 你何时才要住轿 最后这一段路 怎么如此漫长 我觉得自己 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当我停下来 要放弃时 我看到身旁 年纪七十多岁的 甚至推着轮椅的人 他们条件比我还差 却依然能够坚持不懈 这让我内心感到惭愧 觉得自己 有什么资格放弃 这一路上 也受到许多人的热情款待 一堆人 抢着拿食物给我 让我几乎没有饿到 每个人都像是我的拉拉队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付出 希望能帮助大家 继续往下走 最后当我抵达终点时 眼泪忍不住滑落下来 我无法用言语 来表达我内心的感受 这段旅程 教会我坚持下去的意志力 也因妈祖之缘 让我深深体验到 台湾的人情味 感受到人心的美好和善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